下面再继续讲分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呢 叫做四语化 其实四语化的这个概念啊 在咱们大家在学这个面向对象的过程当中啊 在学那个继承的时候 其实有所体现 咱们在去学这个继承的时候 面向对象一个类 继承了另外一个类的时候 咱们原来说过了 有一些东西能够在你的子类里边被继承 有一些东西继承不了 还记得吧 哪一些东西 所有属性 所有方法在子类里边 是不是不会被调用的了吧 有错吧 那么他们的这个变量的秘密规则呢 它是有两个下方线开头的 是个道理不同吧 切记 两个下方线开头的 那就是咱们自己定义的 要么自由属性 要么自由方法 在子类里边呢 不会被继承 Python没有像C++这种关键字 哪些呢 像Public 像Private C++里边是有这些关键字 来标记我这个属性 我这个变量 到底能不能在子类里边被继承 Python里边没有这些关键字 就减少了这些关键字的这个 这个这个个数啊 那么 它是根据一个名字的规范 来进行区分的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 私有的属性 私有的方法 那两个下方先开张 那我问一个问题 前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它是否是私有的 我就自己定一个变量吗 我就自己定一个属性 我就问了 我就是定一个前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你管得着吗 我还是定一天 我就想问子类会不会继承 不要说那个八 不要说那个八 我就告诉你一个点 原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哪一年 应该是一 一二年还是一三年 我那个时候教学生的时候呢 有个学生 然后等着我下了课 东哥 下课了 我说是 你干啥去了 我面试去了 我面试了 我那个时候 我面试还交费呢 交费语言 我怎么样面试 他还行 挺好 我说多少钱 他说这个八千 我说可以啊 一二年的时候 我能拿个八千 费语言 行了 可以不说 小好的 行东哥 帅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在那上课 然后呢 下了课之后 偶然就又不上他了 哪里了 这个脸 怎么看得不太高兴啊 这个东哥 你还记得那天 我跟你说的那个面试那个八千那个是吗 我说记得呀 他给我发的这个offer里边写的是七千八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 然后我想一想 你原来你说了多少钱公子 你说的是七千八 还是说的是就是哪个八呀 你懂我意思了吗 具体的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我可能是忘了 就说他想给你表达的意思 好像是七千八还是七千万 好像是这个 讲讲了 原来说的是七千八的工资 然后呢 最后呢 来的那个工资呢 是七千 后面没有那个八 为什么呢 七千吧 你要多少钱公司 七千吧 你都要多少钱 七千八 你懂我意思了吗 最终 哎 你看你以后还敢说八吗 他说的是七千八 七千八 刚刚不是八千 然后最后呢 是给了整个七千 千万发音是不是一样的 万一你要是不是一个同一个地方的人 这个口音还有点区别的话 刚刚这哥们说的是七千吧 行 七千就没问题 是吧 那可以啊 那么切切 以后不要对 不要算那个八了 你说九也行啊 七K 对 七点七K 很明确啊 好了 以后不要说了啊 那我的问题是 这个到底会不会继承 要么继承 要么不继承 哪来的八呢 不能有八 到底继承还是不继承呢 继承 附类里边 如果一个属性 或者是一个方法 它前面后边都有两个下回线 说明白 切记 它依然是公有的 只不过 前面有两个 后边没有的 这才是自由 那么这样的 一般咱们开发者可以自己定义 这表示私有属性 或者是私有方法 都可以这么定义 如果是遇到 前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它为什么不按了私有来去处理呢 因为Python里边 默认的模仿方法 模仿属性 是不是请问 是不是都是前面两个 后边都有这个东西了吧 因此如果复类里边 它给的概念是有 子力里边就没有 那将来就不行了 就例的 init方法 delete方法 st方法 如果子力里边什么都没有 反而你不让它继承 那么子力一点东西都没有 这是不对的 因此 这样的实际上是继承的 而这样才不会继承 切记了 以后就记住这个概念 那么公有的这不用说了 咱们天天用 那么还有两种 在变量名前面 有一个下方线 在变量名后面 有一个下方线 这两种有什么剧院 如果在变量名前面 以一个下方线开头 那么这样的变量名 会导致你接下来 from一个模块 import新画的时候 它导不进来 打个比方 我定义了一个变量 叫下方线A字 比方说等于一个10 你接下来from这个模块 导入来的时候 导进来的东西里边 就没有下方线A字 看一下 给大家验证一下 我退出去 退出去 好了那么 VIRM比方说 这个AE.py 我只是举个例子 A.py 有一个A字 等于 有一个A字 等于11 有一个下方线A字 等于22 两个变量 没错吧 两个 然后呢 VIRM慢.py 慢.py 放的稍微大 fromAE import新 那么接下来 理论上讲同班 那个A字 YY 那个下滑线的A字 请问按照 是不是都过来了 你看看 快点翻 慢 走 他是不是说了 下滑线的这个A字 是不是没过来 那么这一点 同分切记 如果 你有些全球面量 放在你的模块里边用 别人去导入你的 这种新话的时候 你不想让它导 那么直接就是 在他的前面 加上一个下方线 就可以了 这就保证了 别人的导你的时候 导不进去 那么最后说这个 一般没有用 如果你想定的变量 明就铁了心的 想要叫这个什么了 关键字 那么你这种时候 你就可以在下方 后面的几个下方线 这个例子 请问他们class C L A S S 是不是一个关键字 通过它能够定一个类 通过地府 能够定一个方 定一个函数 如果你接下来定一个变量 你铁了心的 就是想要叫class 我就觉得平的 对吧 又不是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选成class 下方线 可以了 class瓶子吗 半戟 瓶子是什么呢 glass glass是玻璃 来 看着 在后面 加上一个下方线 那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我不建议这么用 除了这种之外 同学们 其他的四种 都可以任意使用 根据你的需求来 公有的 私有的 魔法属性的 魔法方法的 这个一般 咱们不要定义 因为魔法 会一般都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这种咱不用 这种你可以用 但是呢 还是不太建议用 这种表示私有 这种表示公有 这种表示别人 from的时候 import心 找不定去 就是这个意思 听懂了吧 那么这就是我想要 给大家说的 你在去搞 去私有化的时候 都没个特点 为什么要搞私有化 咱们回头来 去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搞私有化 我现在没事干了吗 我前面加个下方向干什么 别人能不能导入 如果你要是在A模块里 A模块里边有个A子 没想到我这个慢着PY里边 也有个A子 那么将来是不是就产生 这个问题了吧 所以说 有一些变量 是在一个模块里边来 完成全局变量的功能的 但是在其他的模块里边 是不允许被导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用一个下方向开头 就可以了 好了 私有化 最终保证一个点 你自己用的 你自己有 别让别人用 这就是私有的一个目的 你原来所说的 那个内计成立所 两个下方向的 其实就是一个体现 其实就是一个体现 好了 那么私有化呢 这个地方主要相给大家 别的就是这个变了 明了 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